来自雪兰儿施赖样的卡拉德威 与丈夫育有五个孩子 由于丈夫工作不稳定 卡拉德威在家里重接裁缝生意 平均每天所赚取的收入 不到马币二十令吉 来维持一家七口的佳绩 纵使生活艰辛 卡拉德威坚持靠自己的双手 养活一家人 除了承接裁缝生意 他也负责载送学生到学校 赚取交通费增加收入 尽管身兼两份工作 卡拉德威没有忘记身为家庭主妇的本分 他每天把家务处理妥当 给予孩子们良好的家庭环境 直到四个孩子陆续获得 此际的助学补助金 才让负担沉重的卡拉德威 稍歇下来 卡拉德威 辛勤工作 省次兼用 把多年的储蓄作为裁缝店的资本 在裁缝店开幕当天 他邀请慈激之工前往分享喜悦 孩子的副校长 拉哲斯瓦利 不断地鼓励 是卡拉德威如今 得以自力更生的推动力 曾经接受帮助的卡拉德威 如今自力更生 也不忘学习付出 帮助别人 大爱新闻 灯妙会林伟德 成人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